记者沈佩聊台北报道,基隆轻轨原本预计最快2022年通车,但最后评估方案迟迟未定案,坚传出卡在最后一公里,因为台北市长柯文哲坚持基隆轻轨延伸至南港站段要地下化,甚至一度和交通部杠上。 柯文哲今天下午受访说,有交代副市长林钦荣,会找时间把这些问题公开说明,专业问题专业解决。 另一方面,北市府2016年春节拆中校乔颖道,使柯文哲引以为傲政绩,但台北市议员李庆元上午提报,很多使快现场破碎,甚至直接破碎,为运输至低外,省更多成本。 质疑是否协助施工厂商黄昌营造诈领工程款6、7千万元,设伪造文书,贪污治罪条例,柯文哲下午出席公司立中等学校优良学生表扬大会前受访,对此谨说,自己上任都公开透明,公务局一定会说明,玄机在幕僚护送下赶赴行程。